大家好 我是游學修 我是電影演員 同時我是一個網絡的創作人 很多人都以為我是拍網片拍到上大音樂拍電影 其實我是拍完電影之後才去拍網片 在我畢業的一年正正就是黃修平那套電影公開casting 就傳了過去 他選了我 在2014年暑假拍了《那一天我不會飛》 但這套電影是去到2015年的10月才上映 變了這段時間我做了一些什麼呢 就是我去了搞一些網片的 而出來今時今日 其實大家會有個說法 就是由學修是拍網片 接著拍到去了拍電影 很多人會有一個錯覺 或者以為是這樣 其實不是 是我拍完那套電影之後 那一年未上映 一直沒有工作的時候 情況下 正正就是香港剛好 社會最動盪的時候 也有雨傘運動那樣東西 所以我就開始了拍一些片 是說一些我想說的東西 那正正就是這段時間 在這段時間 有部分人在我的網片裡認識了我 所以那時候就被稱為是一個 可能是YouTuber 雖然普遍有些人覺得我們拍的片 和YouTube看到的片是不同的 因為YouTuber 通常一些片 都是他們要講求效率 即是他們會是一個很短時間的創作 可能是一些製作很簡單的 就是對著鏡頭說的東西 或者可能一天就搞定的東西 但是 我和朋友做的那些網片 就是可能要幾個月 快的可能要一個多星期才做到的片 所以其實我們和YouTuber 有些不接近的 因為我們不是要賺食 在這件事上 拍網片這件事上不是要賺食 變相製作可能慢很多 亦都規模不同 令到一些人覺得 雖然我被稱為YouTuber 但是同時 又有些人會覺得 我不是YouTuber 因為他覺得 簡單來說 我們網絡上的片 我們會覺得是非主流媒體 那我就其實是做一種 非主流入面的非主流 就有一個YouTuber這個稱號 然後 然後 到電影上映的時候 因為那套電影亦都幾多Noise 在香港 就開始多人認識了我 但是我就發現 雖然過去一年 我繼續做很多片 那些片都幾爆 但是到我這套電影上映的時候 後來帶來的一些 大家對我的看法 或者他們怎樣 剔由學修這個人 就完全是差很遠的事情 那時候又開始 譬如你出席Event 或者你出席一些公開場合 會有記者訪問你 會 那些工作找你的性質也不同了 那又開始發現 身份由當時的拍網片 網絡的創作人 或者叫YouTuber也好 就變了大家就開始 譬如報道或者什麼都會 那個title是藝人有學修 那時候就開始變成藝人了 但是在這個轉變上 就會見到在那個待遇 是差很遠的 這是一個極度幸運的例子 是很難得才有這樣的機會 而突然在那個平台 跳到上去那個平台 就是剛巧有一個導演叫做 黃修平 他會公開Task 去找一些新人出來 但是你看到 至少我拍完一套電影之後 到現在我沒有聽到 又再有這樣的電影 會這樣公開Task 甚至你可能要用一些 在你的電影裡面 你要用一些 二十三四五歲的角色 但是你會找一些演員 會找一些 三十幾的去扮回學生的 因為就是那個青黃不哲的問題 就是他們沒有吸納到新血 我覺得在這個電影 電視所謂主流媒體的框框裡面 他們沒有開到那扇門 去讓別人進來 就保持著可能用一些 用一些親的人 或者用一些已經有名氣的人 他們不敢去嘗試去找一些 新的人進來 因為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覺得 這個市面上 好像由學修 好像蘇利三 吳石軒 這樣的能力的年輕人 不少 但是偏偏就是 肯用這些人的導演 好像黃修平和英雄志光 這些導演太少了 而肯比黃修平和英雄志光 拍戲的投資者是更少 所以變相就是一個這樣的 框框下 就保持著沒有人進去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這20年 是沒有這樣的能力的人呢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是 而是玩法的規矩 沒有讓人慢慢走上去 可能他在網絡上 他做出了一些成績 多人認識他 甚至乎大家都覺得 他的創作和演出是厲害的 但是他不會有機會 上去一個綜藝節目去表演 他不會有機會在一個劇集出現 電影如果找他出鏡 可能只是演出一兩場客串 他永遠不會跳上去 他永遠 記者不會有興趣 在活動時 看見他 不會抓他做訪問 因為他不是偽的 因為他只是一個網絡行人 或者他是一個YouTuber 以一個新人來說 我這條路算是起得很好 即是開得很漂亮 亦有很多人認識 現在我只是演出了一副電影 兩部 如果計算10年 新人來說 算是 開得很好 但是 是否等同於 我覺得我現在 前途沒有了限量 我就是下一個 留得說梁朝偉 或者覺得 我喜歡一天做影帝 或者大明星 我完全不是這樣看 因為我覺得 現在那個 無論 整個香港 或者整個 可能連中國 中港兩地 那個市場 我覺得太過奇怪 太過奇怪 而且 尤其是香港太混亂 很多東西 跟政治一定是牽連做的 因為政治就是整個社會的各樣東西 令到整個社會的那個混亂 那個不穩定 我覺得 很難說 很多東西 尤其是 因為我亦都為那些 社會問題發聲的時候 可能會 令到機會減少 或者 他們 其實可能沒有人封殺我 但他們未必會夠膽找我 可能覺得 那個人 會不會 可能有些 會不會令到我的作品 會有些什麼 如果我找他的 他們可能會自己害怕 或者 各樣這些因素 就算 可能你不發聲 你從來不發聲 是否等於 在一個這麼扭曲的市場上 你可以 穩步上揚 我沒有問題 所以 我的心態就是 一直跟自己說 當然我有目標 我個人是會有些目標 然後我會嘗試去實踐 但同時我會提醒自己 就是 你隨時都會 炒 對